这是传说中13个顶级大佬的据点 守护者之塔 据说只要打穿100层 就能获得塔主的顶级魔法技能 但他的入口十分的隐蔽 一般人比如打着灯笼 既然打着敌人杰根福尔摩斯 都不一定找得到 但却没顶住女主的一脚 一个不小心 女主就掉进了迷宫 作为同为塔主榜三的强者加奈 是来找队友的 但很明显 迷宫里是一片废墟 比如人影了 连个鬼影都没有 只剩下了一个死得不能再死的骨头 于是女主就尝试给骨头输入魔力 让她觉醒 但输了半天 啥事没有 难道守护兽会是一个天天让人坐的椅子吗 椅子表示自信点把妈子去掉 果然在女主对椅子充能之后 骨头们便自我组装 瞬间变成了一个身胶软萌翼散架的骷髅娘 那高贵典雅的骨头 那慈善知恶面的风起 她就是传说中最不要脸的守护兽 骨娘 骨娘傲娇地表示 说我不要脸 那简直就是胡扯 我的脸这么美 哪舌都不要 哦 家伙这设计 请收下我的膝盖 在骨娘口容得知 这里就是全服最惊悚 最变态的 鳄鱼杀着幻境大明宫 主人就是女主曾经的损友 奥普斯 女主当场就跪了 奥普斯跟女主同一公会 人真 李亚德鲁小诸葛 是个超级天才 也是个坑人玩彻底 破坏最优历的超级猪损友 魔人族最强 人送外号魔王 直到女主身份之后 骨娘拿出了主人退服前 要交代给迦奈的秘籍 正所谓打开秘籍 天下无敌 迦奈立刻高兴地一打开 瞬间有点懵 书里面竟躺了一只罗莉小妖精 就算书中自有严如玉 起码也来着功的 亏有用的吧 迦奈又白嫖了一座塔 外加一只吉祥物 接着她就打算 告别孙子孙女 回去王都 毕竟还有一件小事 需要办一下 接着女主露出了一个 母爱里的微笑 女主回到菲尔斯凯洛王都 在谢绝了佣兵团的诚意邀约 和商队队长狗哥的高兴品质之后 她来到冒险者公会找任务 毕竟自己还在找队友 于是 在一波非常慎重的操作 点兵点将 骑马大仗 点到是谁就是谁之后 选中了一份猎杀熊大的尾托 并着白米之内 接孙子的骑马人设 一出门 加莱就被人拦住了去骨 原来是老熟人白毛落地 身边还跟着一个紫毛妹子 开口就表示 想跟着加莱一起打野 女主瞬间蒙了个灯 本门是想拒绝的 但一想起跟落地在一起的 尚会是离家出走的王子 这回怕是个再逃公主了 而且紫毛还表示 只是想找个贴身保镖 马内那都不是事儿 于加莱严肃表示 咱堂堂凤浩天 上来就被金钱击倒还能行 俗不俗 嗯 我俗 于是他就同意了 接着带着他们去往森林打怪 但俩妹子不知道的是 噩梦即将开始 来到一片被挡住去路的树林 凤浩天的严肃发随 让群树弯腰让路 很正常吧 正常正常 人家毕竟是大祭司无敌的老妈 等到夜幕降临 女主直接召唤出居家旅行 必备猛处 低于三头犬 只要有狗子在 没有野兽敢靠近 两妹子弱弱的瞄了一眼 顿时吃饭的心情 吃响还沉重 但这还不是最狠的 吃饱喝足之后 女主打算玩点刺激的 于是一个大捞下去 画面顿时凉快到咔 我得不打马赛克呀 好家伙 论贵魔马的荣耀心 就连公主也不由的 猛拍女主残屁 有您这样的婆婆 呸 有您这样的侍卫太子了 不愧是王国那个 玉树临风英俊 潇洒风流 替当人见人爱 花剑花开最强大祭司 斯卡路德的亲妈呀 此话一说 女主顿时心中有数 我的爱开花大儿子的春天 来的是错不及防啊 与她一脸 不正经地表示 公主顿时老脸一红 打算狡辟 呸 解释 毕竟一般长个好看的女孩 撒个娇就能搞定的事 我都得靠威胁 作为根正苗虎小魔女 女主也是直接给媳妇出招 她不同意 多半是装的 没事打一顿就好了 未来婆婆亲手教 自己拿下她儿子 直接就想当场跪地人妈 嘿感谢呀 第二天一早 女主又开大了 直接一脚就秒秒就大了 此招一出 公主顿时下的腿都软了 一个骑士团群殴 都不一定打得过的魔物熊 居然被婆婆一脚就给嘎了 这怕是世界最强的吧 罗迪表示公主你没事吧 没事是没事 就是有没有新裤子 给我来一条 而且同时 魔马学院的教授 也就是加奈的女婿 一个意外竟然开启了隐藏副本 召唤出了终极大boss 巨型企鹅兽 那么问题来了 要不要充点QB呢